主料,面粉100克,主量,蛋一个,白鞋两个,油,糖,盐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在盆里加入适量的油盐,加入一只打菜的蛋,加入一杯面粉,揉成光滑面团,放置20分钟让面团醒发以下,把面团分成三分,表面撒鲜面粉压扁,用压面机压出平滑面来,撒鲜面粉准备压出面条,用最细的, 压面条,面条出来了,出来的面条撒出面粉防粘呢,压好的面条,锅中加水煮沸,加入油盐,把面条放下去,准备一盆冷开水用来锅冷盒,把面条捞起,放在冷开心中,捞起加入麻油,蚝油调味,这个可不佳的,番茄用开水摊一下去皮,切成绿状,鸡蛋打散炒熟铲起,锅中倒入番茄加入盐糖调味,最后加入, 入超熟的蛋搅拌均匀,把面条摆在叠中加入番茄蛋,一叠蛋蛋面做好了,烹饭技巧,这个用大壳面会有点硬的,适量加少量的水一起和面,相对来软些少。 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